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哀草 如果哀草长在你的地里面 那样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拔掉呢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哀草它是一种很好的植物 可是很多人把它当作杂草来除掉了 那我今天就告诉大家如何将哀草 转换为对我们有帮助的一种草 看一下哀草 这是自然生长的哀草 现在是早春 长得不是很高 哀草 我想给它树苗 看 这样的 让它能够充分的照到阳光 当然这个哀草也是可以食用的 只是因为它的味道有点苦 然后 很多人不愿意吃 可是这个哀草 它实在是太厉害的一个植物了 它是属羊 属羊的一种植物 而且端午节的时候会采集哀草 放在屋子里 故为最怕的是哀草 哀草 很有趣的 我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 它们个个都低头了 然后 好像是在召唤我 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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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三种 类似这样的 这种哀草 这是第四种哀草种类 它也是一种哀草的种类 它的叶子很柔软 你看 我去观察后 我地里就有只有三个品种的哀草 像这种的 挺可爱的 像这种的比较粗壮一些 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一种 诶不对 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这白色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没有毛的 不一样 的确不一样 应该是第四种 对 这个是普通的哀草 然后这个是带白色毛毛的哀草 这个是比较粗壮的哀草 这个是很好分辨的 这个是很好分辨的 很柔软的一个 很柔顺 像魔偶一样 这样的爱草 有四个种类 我现在发现的 四种类 淡淡的香味 甜甜的 甜甜的 这个好啊 这个这个这个 都好 如果你不懂的话 直接把它给拔掉了 但是从去年开始 我啥都不知道 但是就觉得它 非常好看 它没有苦味 帮它梳理一下 真好看 四季哀 阴沉 这个是真正的阴沉 它的味道应该是 没有任何味道的 对 果不其然 它是 它没有任何味道 很淡很淡 阴沉 阴沉 它的大的叫阴沉 阴沉稿 阴沉耗吧 我相信阴沉稿 阴沉 四季埃 就是真正的阴沉 你可以看阴沉 它是棉絮 棉絮状的 有点像棉花 很柔软的 这是普通的埃草 是不是长得很不一样 这个也可以吃 看一下 这是我打理后的埃草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 当成是一个小刮木来眼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植物 对不对 这是我修剪之后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未修剪的 野生的 自然的 它没有经过修剪的埃草 就是这样的 一个地方 比如说这是祭菜 这个是腹地菜 这个祭菜正在晒干 假如埃草的话 我就把所有修剪之的埃草 全都铺在这边 这样到时候用的时候 也可以拿这边的 太棒了 这是采集后的埃草 我想把它晒干一下 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吧 看一下这是埃草 看这是我已经收集的埃草 埃草 看似很多 但是把它们晒干之后 会缩小很多 会缩小很多 这边的耳朵 这样的地方 我们就要不要 这边是 像这边的 并分别的 这边是